刚提到那个406这一题,不定数,所以第一个,不定数回圈 所以其实甚至可以把它拿来当一个公式,就是什么公式呢? 不定数回圈,开头就直接写画有姨帽号就好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它里面有一个,所以第二个你要知道说,那如果有画有姨帽号,那一定有一个break 可是break 上面一定要是if,if什么呢? if就是这边有个条件,它说什么,如果输入负999 而且它说呢,两个正数,所以两个正数,正整数就是一定是没有小数点的 那身高跟体重,意思是说两个都要判断,输入两个,两个都判断 那如果假设,我这个地方的写法,我可以先写什么?写一个画姨帽号 然后再来怎么样呢? 假设是身高是h,我先输入身高 h这个变数,等于什么呢? 这个input,input的小刮物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基本上我这个是 写好的程式,我们注意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那我可以先写针对身高来做判断 那两个正数嘛,所以第一个,先输入身高 那输入input是外面包一个什么,evo 意思是说当然它输入input一定是 一个文字,OK,比如说它输入176的话 当然我前面讲过,它一定是一个文字,那你必须把它转型 那转型的话,除了evo,其实你也可以用int啦 这一题其实用int或evo其实都可以啦 就看各位习惯 那不过我前面解释过啦,evo其实如果你是输入小数点啊,输入没有小数点其实都可以 那再来的话就做什么 直到什么呢?它是-9999 结束 所以呢,底下的话呢,就是什么?写一个if 如果h等于什么呢 -999 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一定要break 所以这边的话,底下就加一个enter 加一个break OK,所以 先知道说 不定数的回圈 然后再 升高输入的时候 就break 输入这个词 那 体重的话呢,怎么办?一样嘛 所以我底下的话,甚至可以把这三行复制 复制之后贴到底下 然后改一下什么? 改一下是体重,你会发现把h改成代表 因为变数名称要改另外 所以 一个h是升高 然后一个是体重的话,用w OK 然后呢 一样是break 所以这两个 如果 他只要不要是-9999,那就是表示他是输入正确的,身高跟体重 所以接下来的话,如果假设不是-9999的话,该怎么做 那他底下的话 有一些叙述 逻辑条件 底下的话 所以基本上的话BMI,那也就是说我如果出入的 是身高跟体重正确的值的话,那底下什么?先计算BMI 那怎么计算BMI?其实这一题我们前面有做过啦,所以 BMI的公式,前面这边有提到 BMI的公式什么呢?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 特别注意是公尺,所以必须先把出入公分先除以 100 然后呢,在平方 OK,平方的话我们有讲过啦,但你可以 用那个Mass里面,Mass里面有一个点炮,POW 但我觉得不用那么麻烦,乘乘2就好了 OK,也就是 这个身高的平方 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什么?得到一个BMI的值 通过这个BMI的值,因为他这边有提供给我们 总共有四个 四个标准 OK,小于18.5 18.5到25 25到30 30 包含 而且大鱼 他分别就总共有四个标准 所以四个标准的话 那也就底下,我如果算出BMI之后的话 那我就针对这四个标准做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前面有讲过,一副 BMI,照他的这个叙述 如果呢 BMI 假设是 小于18.5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可是问题来了 他将来要输出什么 输出的结果是长这样的 BMI BMI我们有了 OK 然后呢 再来就是呢 他的 值呢必须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而且后面的话 State 也必须把它print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哦 假如说我今天print的话 那我 当然我可以很快 可以把什么 把这个BMI算出来 并且print出来 可是问题来了 我如果希望怎么样 希望他输出的时候 是BMI冒号 然后把BMI放在这里 再换下一个的话呢 就把他的State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边的话 有 有几个地方特别要注意一下 几个方法 我是建议你干脆用format 那format前面有讲过 你会发现 这边输出之后 然后这个地方呢 让他换行 也就换到下一行 换到下一行 我们前面有讲过吗 这边不是有个什么 反斜线 吗 用拖曳资源不就可以完成了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有没有还记得吧 BMI是用format 有没有 那我可以怎么样 把 这个字串的公式先做好 然后呢 再把BMI的变数 放在这里 把那个字串的变数 放这里 那不就可以输出了吗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我就把BMI算完 然后呢 再把State也做出来 OK所以State的话呢 我用一个什么 用一个 S的变数 S等于什么呢 如果他是 小于18.5的话 那我就把这一串的 这个字 把它怎么样 把它放到 这个S里面去 那假设第2个条件 Normal 然后Overweight 然后Fat 这几个的话呢 那我就分别怎么办 做一个 这个 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 这个逻辑判断前面写过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看 如果呢 BMI这个 S里面就是这一个 反之18.5 到25之间的话 那就这一个 那25 到30 那就这一个 那剩下来的 或者大家你可以 你后面你也可以 BMI 假设大于多少 大于30 然后你不用S 如果L的结果一样 比较简单 那等于Fat 就把 这个S呢 就是多一个所谓的 字串变数 那最后的话 如果要输出的话 其实这一串 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我已经有BMI 然后也有S的话 那再来我需要什么 一个字串 那这个字串的话 如果你假设不知道 该如何输出的话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拿这个 假设将来在考场会给你 一个试卷 你可以把这一串 把它打 把它输入到哪里 输入到这里 可是你会发现有换行部分 你可以把这个换行部分 改成反斜线 N 这个拖曳字串 前面讲过 然后最后面的话 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 双引号 可是问题来了 我将来必须把这个地方 怎么样 变成一个变数 所以我就一个变数 我可以用什么 大刮壶 还记得吧 这个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我要放个变数 那我就用大刮壶 后面这个地方的话 这边有空白 也是一样 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大刮壶 第2个变数放这里 那后面的话 就是点什么 点format 那format的话 就把什么 因为我两个大刮壶 所以把那两个大刮壶 变数 就放在format里面 第1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bmi的结果 所以把bmi计算的结果 放到哪里 放到format 第1个参数 逗点 第2个什么 第2个就s 有没有 他就把什么 bmi的词放在这边 然后呢 再s的词放在这边 OK 然后后面的话 后刮壶一下 另外还有一点 因为呢 这个bmi呢 他要取到小数点的 第2位 OK 这个题目我印象中 是应该有写到的 这第2位 我看这边应该有 那这边有 输出浮点 数到小数点第2位 OK 然后不需要考虑男生或女生的标准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需要什么 到小数点的第2位 还记得吧 帽号 点 什么呢 2 f 有没有 这样的话呢 他就输出 这个应该跟我讲过啦 OK 就 写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假如说呢 我希望 写出 这边好像多一个这个双子 然后这个把它拿掉 好 所以特别注意啊 上面部分画一帽号 然后做判断嘛 一定要break 底下的话呢 就是先算的嘛 bmi 然后做一个逻辑判断 最后print这个可能相 会比较难一点点啦 不过我想因为我们做的次数 应该至少超过5次以上 类似这种东西了 所以我一直强调formate太好用了 如果你不会用formate 说真的 你也可以用别的方法 书上应该也用别的方法 可是我觉得 你干脆用formate 我觉得会比 用其他方法 我觉得拿个简单 而且一致 以后的话 用类似的方法就可以 而且蛮多地方可以用 假设你要输出几个变数 你就把它放在formate后面就可以了 前面记得公式里面一定要大刮火 OK好 那最后的话呢 就来run一下 理论上应该 如果你run完的结果 假如也跟他要的结果一样的话 比如说176 Enter 80 第一次成功吗 看一下 OK有没有 也取到小数人的第2位 然后呢 也是这个 Overweight OK 不过 像这个考试 我觉得最麻烦 最容易出错的 并不过程式 这些写完 那我刚开始测的时候 最怕就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在BMI帽后面有一个 空白 这个空白 你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的话 他也视为 不正确 我刚开始测这个 我测半天 奇怪 说很容易 不对 原来呢 我少加一个 空白 这是 我觉得这考试最 最大 最容易出错的地方 不是程式 只是一个符号 少一个什么符号 好 那底下的话 一样 这个State 这边一样有个空白 这个空白也要加 然后再Enter 底下的话呢 输入错 执行 那底下的话一样 就分别把 第二次 结果给输入 如果输入的话呢 都按照这个结果输出的话 那就表示应该没问题 170 100 Enter 然后呢 最后一个是 这结果一样 一模一样 付 999 Enter 跳零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一题就 大功告成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当然我讲过 这个结法 当然也不是唯一的 OK 如果说你觉得这样的结法 不太符合 你的习惯 那当然你可以改写 比如说你想说 老师这里我觉得可以不用Formate 因为Formate的话感觉 好像要多写几行程式 而且像 这边有没有办法 比如我先第一个我先输出BMI Print Print后面会有个换行 我再把State State再把它加到后面输出 也可以 没有问题 程式不是说一定要用Formate 只是说个人习惯 像我自己习惯 反正我的习惯是什么 我如果要输出一个东西 我就先把它串在一起 再一次输出 OK 这是个人习惯 那什么地方会用 其实以前写 写网页也都这样 写手机也这样 写VBA也这样 OK 所以不管 反正只是说因为语法 其他地方语法稍微有不同 但是概念基本上都是可以互通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着把 这个406 这一题 这个不定数的 回圈 一定用话语号 加break 再 计算BMI 所以BMI就是 体重除以身高 用公尺 要除以100 的平方 把BMI输出之后再逻辑判断 判断它到底BMI 到底是落在哪一个 这个标准底下 然后再做输出 我这边是有配合一个Formate OK 试试看 尽量 最好是可以 可以不要 不要看我的 答案或者不要看书上的答案 你也可以很顺的就可以把它打出来的话 这表示你真的是学 你真的通的 OK 其实我觉得 像这种学程式 真的 最重要不在乎 不在于说你手边有 你看了多少书 真的有时候书我都把它丢一边 我直接打了 打不出来再想 OK最重要是你 试试打出来那才是最重要的 书只是参考 所以特别除了你买的书 记得 他 充其量 也只是 参考书而已 最重要是你要自己打过一遍 不然的话你书买再多 就真的很多人买了一堆书 最后试试还是不会 还是写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打过试试 OK 关键的地方 就是 没有动手做了 有时候甚至书没有也没关系 而且那个书 特别注意 里面写的都是 真的也没 没头没尾 大部分只是参考的成分居多 所以你千万也不要把 电脑书拿来真的当 一般的书籍阅读 因为他根本也 不像说可以读一些 文章 有头有尾 还有故事性 我觉得电脑书 最无趣的地方就是完全 完全 没有任何的 怎么讲 没有任何的趣味存在 OK 这是我来写 我甚至想说 我一定要有个头 有件事情 我怎么解决 解决的过程 最后解决之后的心得 也可以写 写的比较 让人家感觉有 那个 不适性 有的时候真的 看到 电脑书 有时候真的是看 是看不下去 OK 好 那这部分也 也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些题目啦 基本上 我是希望 你们可以比较 能够活学活用 然后配合我们前面所讲的那个 画回圈 然后来实作 OK 也就以后呢 假设你遇到的问题 都是不确定 到底要 跑几次的话 那就是用画回圈 OK 试一下